吃糖有代糖,吃盐也有代盐吗? 高血压关心病可以首选 咱们都知道,糖有代糖,那么盐有代盐吗? 答案是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每天盐的摄入量要控制在5克以下 而我们正常盐摄入量大概在12、3克左右 因此,寻找代盐对健康很有帮助 盐之所以对健康有害 其实最主要的是盐中钠离子对健康的影响 高钠饮食不仅会引起水钠注流 交感神经激活和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固酮系统 让血压升高,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增加心脏功能衰竭的风险 高盐饮食引起胃粘膜损伤 过多摄入钠盐,还会刺激胃粘膜 引起急慢性胃炎,甚至诱发胃癌的风险 高盐饮食对皮肤也会造成损害 会导致皮肤的缩水,加速皮肤细胞的老化 高盐饮食同样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容易造成水钠注流,加重电解质紊乱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低钠盐 其实就是添加了代盐成分 这种成分就是绿化钾,它具有钠盐的咸味 但不会增加钠离子的摄入 钾离子对心脏健康有益,更适合高血压的患者 低钠盐还有25%左右的绿化钾成分 做菜口感相似,却会减少钠的摄入 有研究显示,低钠盐能够减少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全因死亡率 当然,低钠盐食用也要注意 对于本身高颊血症的人群,不宜吃低钠盐 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吃低钠盐容易造成高颊血症,也要注意避免 并不是低钠盐可以随便吃 因此,生活中还要提倡低盐饮食 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多吃粗纤维食物 积极改善饮食结构 对心血管病的预防很有帮助